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由于它独特的结构 比如说它没有纸板 没有品 在演奏技法上会特别的丰富 那么在表现音乐作品的时候 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二胡的构造很简单 从上到下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 上边是琴头 然后接下来这是琴轴 那么贯穿整个这个竖直的就是琴杆 绑在上面的叫做千斤 在琴轴上绑着的分别是两根二胡的琴弦 那么这个靠外侧的这根细一点的叫做外弦 靠里侧的这根粗一点的叫做内弦 也叫里弦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琴筒 琴筒分为六角八角或者圆筒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下面这部分呢 叫做琴托 如果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一般我们把它判断为是南方琴 如果是一个平的话 就是一个北方琴 二胡的主要的这个木料啊 比较讲究 有一些呢用到的是老的紫檀木 还有的用到是一些老红木 包括一些乌木 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啊 根据个人的一些喜好 并且根据这个琴的本身的音色 来去进行挑选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述对你能有所帮助 心爱的琴就在心爱琴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